为你细说佛陀萨和高增大德的事迹 为你介绍佛教明山大村的典故 转讲人地事 各位朋友 我们上次讲到 虚云和尚乘搭一艘由缅甸仰光 驶往马来奔城的客货船 打算去极乐寺 探望自己的仇介师妙连长老 本来行情预计需要三天 谁知道最后那天的上午 三等仓有个搭客 突然患急病身亡 船上的医生怀疑他是感染霍乱 根据当时的国际航海条例 船上便发生疫症 就要马上通知目的地 并且悬挂黑旗 等其他船隻知道 以免疫症传播开去 结果 奔城港口不但不准他们的船靠岸 还命令他在最近的荒岛抛撓 所有人都要隔离接受观察 扭让了一轮之后 虚云和尚和船上几百个搭客 分批坐舊船登上荒岛 不过这个荒岛上面并没有任何设施 甚至连一张椅都没有 他们只可以直地而坐 等到第二天 有一只船载着几个戴口罩和手套的医生来到 逐一检验岛上面的人 整个过程都有帮手持枪下的英兵在监视 因为当时奔城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接着他们又吩咐几个马来人 放下的番薯、萝卜之旅的食物 不过食水就欠缝了 临走前还有个英兵举起手上之枪 叽哩咕噜地大喝一轮 虚云和尚听不明白他说什么 可能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食物要平均分配、自行煮食 不准私自逃走 否则就格杀文论都不顶呢 就是这样 虚云和尚和这几百个人 就好像被人遗弃在荒岛那样 每日只是靠吃生萝卜 生番薯充饥 同食岛上的野果来解汗 还要日晒雨淋 真是苦不堪言的 虚云和尚唯有祈求若施如来 和观音菩萨加臂 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尽早脱险 虽然这些是共业 但是都愿意由自己一个人替他们受苦 五日之后 每朝早都有医生来检查 那些健康没问题的人就可以离开 不过虚云和尚就开始出现发烧呕吐的症状 到第十八日 岛上的人都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 这个时候虚云和尚几乎陷入半昏迷状态 他蒙蒙龙龙地 觉得被人抬起 经过一轮天船地转之后 又好像被人放在硬挂挂的地上上面 这里似乎阴阴暗暗 没有茶眼的阳光 应该是室内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仿佛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 于是奋力提起精神 张开双眼 他见到有个老人家走进来 都不理得他识不识听中文 就这样问他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咦 你还没死的 那帮羊人还以为你快要断气 所以叫我搬你来这家小屋 等你一断气 就派人来割下你的心肝脾肺腎去化验 看看你感染的到底是什么病 咦 这位老伯问我早快会死吗 是吧 唉 本来老衲死不足惜 但是 有一件心事未了 不知道这位老伯 可不可以帮忙呢 你说吧 如果帮得到的 我肯帮的 是啊 请问老伯你贵姓啊 为什么会会说唐话呢 我姓林的 原本是福建泉州人 小小就被人买猪仔来到这里的橡胶园做苦工 咦 瞎一下眼就四五十年了 现在年纪大了 没有本事割薯胶 他们都算是特别优待我的了 派我来看住这家屋仔 你知不知道 这里是专门用来放置那些感染疫症就快死的病人 说要进行 什么什么医学解剖 林老伯 麻烦你 和老衲带个口信 去宾城 极乐寺 和恩师 妙年长老 现时在那里是住持 那你想我和他说什么 你说 不肖弟子虚云 就此败别 教导之恩 他日有缘再报 虚云 都是用回得清这个法号好些 你就是鼎鼎大名的虚云法师 你是德道高尊来的 为什么都会弄成这样 老衲并未得到 只是一个普通的凡夫 老病死都是在所难免的 法师放心吧 我看你的样子不像是感染霍乱的 如果是霍乱 早就死了 怎么可以捱这么多日 或者是吃错了不干净的食物 我去煲点神谷茶来给你喝 应该有得救的 不过你记住 如果有人给你吃药 你千万不要吃 我怕他们不想浪费时间 开些药给你吃 让你快点死 哦 多谢林老伯 我们曾经说过 虚云和尚一生人 总共遇过十次大难 都能够死里逃生 化险为宜 今次在一个本来言语不通的地方 遣遭否复 也都奇迹地 有个至少流落异乡的林老伯 出手相救 在一般人眼中 这些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是其实 也都离不开因果业报的 至于详细的情形是怎样 我们留下一次再讲